喂 喂 謝謝 謝謝 一三天了 辛苦 我也很辛苦 我早上四點就起來 然後從台東三仙台 坐車過來 百當 謝謝 對 對呀 以前泰魯閣號還沒有 不是泰魯閣 是普悠瑪號 還沒有開通的時候 我來這邊可能至少要八個小時 現在不用了 現在大概五個小時可以到 兩個半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會到 所以台灣還要繼續進步 還要繼續進步 有一次 律師長到台東 成立我們台東的辦公室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台東的人發下這個志願 他說 如果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第一個要做的重大建設就是 在東部開闢一條高鐵 然後只要去台東 只要兩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我們就期待 那一天很快就會來到 對 好 我是那個阿美祖 我叫家宰 這個漢名字是陳泰山 我的父親有日本名字 我的阿公都是有日本名字 因為戰爭的緣故 台灣從美國的手上 美國從日本的手上把台灣佔領了 後來就很複雜了 台灣就很複雜了 從各國的利益中看到台灣的未來 這個事情就是從歷史的角度 從政治的角度 從法理的角度 來進入到我們今天的那個 什麼樣的利益呢 這邊 未來國家跟國家之間會發生衝突 主要的原因 大概都是來自於能源的需求 能源的需求 取得與掌握 什麼樣的能源呢 就是這個 主要是這個石油 一點就是 日本跟中國常常鬧的領土紛爭 這個諸島釣魚台 這個釣魚台被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 稱為什麼 第二個中東 也就是它的石油的運產量 非常的豐富 不是在爭什麼 待會你們就知道他們在爭什麼 好 在南海 中國也跟鄰近的國家發生什麼 爭議 中國越南 中國菲律賓 那個台灣還沒有加進來 在等美國一句話而已 好 這個就是 中國在2013年 所發布的防空識別區 這個黃色的部分是日本畫的 紅色的部分是中國畫的 那為什麼它要畫到這裡 已經侵入到日本的領海了 所以日本因為它是自衛隊 他們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力 所以一直點點不敢講話 被欺負了它也只能跟美國講說 這個美國人麻煩處理一下 所以這個狂空識別區畫出來之後 美國就派轟炸機過來 跟中國嗆聲說你們不要太過分 你這種行為叫挑釁的行為 好 日本跟中國領土爭議的 尖閣諸島的位置 它是所有的國家裡面 離什麼地方最近 離台灣最近 台灣 釣魚台是台灣的 釣魚台是台灣的 早在過去都台灣 它是隸屬在台灣的宜蘭州 台北州 台北州 在那個時候叫台北州 那離我們台灣只有90海里 然後170公里 這邊石岩島 跟我們差不多距離差不多 中國大陸的話就非常遠了 它是兩倍的距離 好 為什麼會有爭議 那也是因為在這個地方有了什麼 春曉油田 油氣田 在這個地方 已經很靠近日本的領海 領土了 很靠近了 那中國的手伸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相當遠 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油氣田 中國在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有5座油氣田 有沒有 這裡 有這麼多 這個釣魚台在這裡 所以中國想盡辦法 都要把它的領海擴展到這個地方 擴展到這個地方 這就是建設中的春曉油田 他們海間產有沒有 他們海間產來的時候 日本人也不敢對他們怎麼樣 不敢 為什麼 因為那個自衛隊 它的憲法被美國把它限制住了 好 台灣人怎麼樣看這個釣魚台 這個是2013年跟日本達成的漁業協定 台灣人可以來這邊捕魚 中國的漁民不能來這邊捕魚 日本人會把他趕走 為什麼 大家想看看 日本人只是說 你們可以在這邊這個區域捕魚 但是你們不能上那個釣魚台 因為中華民國想要透過這個協議 怎麼樣 想要佔有釣魚台的那個資源 好 這個是陳文勸講的 他說不要自欺其人談財運權 中日兩國內部經濟霸權主義的壓力 都逼著釣魚台主權 越來越接近攤牌的時刻 中日兩個大國爭的是油 只有台灣人在爭的是魚 也沒有關係 我們魚也不錯 然後釣魚台常有大量的石油 大量的石油 這才是重點 這個石油可以給中國80年 釣魚台而已 南海台不算 日本要可以使用100年 這個不只 這個是當初初估 絕對會超過 這個是賴斯堡講的 如果平均給台灣人 大概一個人可以分到800萬到1600萬 所以重點在這裡 釣魚台對中日比台灣還重要 所以他們講的那個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講的那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都是假議題 都是騙台灣人 台灣人就相信 主要是台灣人就相信 沒有能源沒有經濟就沒有未來 中日兩個大國都是為了什麼 能源什麼 因為他們都不產 像中國有油他也不要採 那先拿鄰近的 或者是去跟非洲進口 或者是跟中東進口 等大家都用完了 你再跟我買 好 結果重點還有這裡 中國用天價跟美國的使用過去 所以這個事情就越來越複雜了 這個已經牽扯到美國的利益了 好 21世紀世界強國的概念不是軍事 而是能源 好 這是食運產量 1千億 日本的調查是2千億立方公尺 天然氣 南海也是有不少 200億頓 200億噸 然後達1千億立方公尺 很多 非常的多 好 因為這個樣子 各國 我要跟你談經濟 跟你談判 你背後一定要有什麼 軍事的力量 如果你沒有軍事的力量 人家不理你 人家不會理你 所以一個強大的國家 對該國的經濟利益 以海軍的實力 海權 被視同為一件事情 被視同為一件事情 海權的能力代表著 該國的經濟實力 所以因此各國 極力提升海空聯合作戰能力 就可以跟經濟大國 來進行經濟利益的協商談判 所以我們看到的台灣的新聞 看到中國跟越南暴動 然後差點打起來 中國跟日本也是差點打起來 其實中國的目的不是要打仗 它只是要持有利益而已 它也就是說 其實原本這個事情 跟它沒有關係 它透過這種方式 但是我是大國 我硬要進來跟你談 它就 總比沒有談的好 所以中國用這種奧波 硬要 就造成你們在新聞畫面裡面 所看到的 尤其這種畫面 尤其是只要中國跟日本 有一些奮爭 中華民國會幫忙 幫中國忙 然後來兩個中國人 就開始攻擊日本人 然後這個新聞媒體就會遍布我們的 我們的眼睛上面 每天我們看到的新聞就是播這些 或者是時間到了定期 像8月15號 那個靖國神社參拜 我們的媒體一定要播上來 南京大屠殺一定要播 為什麼 他們講南京大屠殺是30萬的對不對 228跟白色恐怖死多少人 統計至少也將近20幾萬 你們講南京大屠殺 但中國人殺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講 你為什麼又不講228 被中國人殺了這麼多人 很矛盾 這個很矛盾 好 中國的軍事部署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陸權國家 所以它的海權 它的海軍跟空軍很弱 一直到最近 中國的那個經濟崛起 結果他們開始跟俄羅斯買飛機 買了將近100多架的蘇凱27 又買了蘇 準備又跟俄羅斯買蘇凱35 然後他們又自己製造了 1010、1011跟1015艦載機 感覺上他們的空軍的那個 越來越強大 其實台灣現在用的二代機 我們是二代半到三代的飛機 其實在十年前 我們都還是保有空優的實力 一直到最近 他們買了很多很多飛機 然後而且他們也懂得 要用航空母艦用 懂得用潛水艇 所以他們的這種立體作戰 就已經慢慢慢慢 我們的黃金交叉就過了 黃金交叉 我們的海軍跟空軍的那種實力 就比他們弱了 所以中國在兩年到三年內 要部署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 我們看到的是遼寧號 人家講的是靶船 靶船就是給人家打的 但是他們現在要發展核動力 這個也是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它這樣航讓全世界看到也沒關係 那這樣反而他們也提升台灣的整個 對美國要在台灣部署的這個軍備 也會提升 那這個是下人用的 主要也是下人用的 海南島三亞四亞龍灣佈置核潛艇地下基地 這是針對什麼南海 它要在南海稱霸幾航空母艦的專用金港 這個就是被拍到的 這個是他們最新型的那個洞九室 洞九室的潛水艇 目前有兩艘 這個它的厲害的地方是在這邊 這是遼寧號 主要是這個洞九室有這個巨浪二型 潛射洲際彈道跟彈道導彈 這個它可以攜帶核彈 所以美國就比較怕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像最近去年 發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讓美國迫使美國不得不對第一島鏈 我們這個第一島鏈做一個 給中國封鎖的這種態度 這個就是他們所部署的 這是他們牽食他們自己自製的 猛龍戰機第四代 他們號稱第四代 主要這是他們成都飛機工業集團 他們產業估計是400架 不知道現在是幾架 還要再去了解一下 那這是他們的航空兵在用的 主要它的速度是2馬哈 它的速度 它的武器在這裡 這個算是輕型 小型的 它算是輕型的飛機 它不算是重型的 這個是蘇凱二十七 為什麼要讓大家看到這個蘇凱二十七 現在二制的 這個就是共產國家的戰鬥機 全部都是以這個延伸出來的 蘇凱二十七延伸了很多 千十 千十一 千十五 中國的千十 千十 千十五 然後這千二十 再來就是蘇三三 俄羅斯的蘇三三 那個艦載機 蘇三五 蘇三七 蘇三十 全部都是從蘇凱二十七 造型都差不多 樣子都很像 但是呢 可是在編號的時候 它的功能性不一樣 感覺上 蘇凱二十七 碰到蘇凱三十的時候 是不是蘇凱三十會比二十七 厲害 如果以我們這種 我們美規的方式的話是這樣 他會講 譬如說F16 AB 這個就相當於AB 他們講的蘇凱三十 就整理上F16的CD升級版 就好像我們IDF一樣 IDF1 這個正上來叫做熊音 這個就是他的編隊 這個屬生 他延伸了很多的延伸機種 蘇凱二十七 他後來有沒有 延伸型 千十一 十五 蘇凱三三 全部都是延伸型 它的速度相當的快 2.35馬赫 它就是AB 它的推力可以跟我們的幻象 幻象是2.2 2.2馬赫 作戰半徑1500公里 幾乎都涵蓋在我們的公寓 這個就是千十一 這個蘇凱二十七的延伸機種 一樣 類似 它號稱是2.5馬赫 事實上這個 因為這些飛機都沒有作戰的 那個什麼 那個實戰經驗 這個是中國第五代隱形戰機 他們現在說要發揮 這個2.5馬赫的速度 那他們也已經做試飛了 這邊有寫 一架 總共目前有三架 目前這個千二十目前有三架 都還在試飛階段 有沒有 這個是2014年的7月26號 千二十試飛成功 就是這個千二十他們最新戰機 這個千二十為什麼他們要研發這個千二十 主要是針對美國所研發的F-35跟F-22 他們說你們有F-22 我們也要有一個相當跟你們一樣的那種飛機 這千十五 千十五就是艦載機 就是下到那個 那個遼寧號的那個航空母艦的這個飛機 就是那個千十五 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的就是這千十五 他想 千十五他就是要跟那個什麼 他的作戰的性能要類似F-18EF超級大黃蜂 也就是說他們看到美國那超級大黃蜂 一天到晚在全球在中東在那邊 像這次那個ISIS 那個伊斯蘭國不是在鬧事嗎 美國不是派就是用F-18 F-18在美國的飛機裡面 非常的穩定 而且實戰經驗非常好 所以世界尤其是像共產國家 他都以F-18 他們後來的延伸機種 就以F-18為他們的那個目標 所以千十五研發就針對F-18 他說相當一個 事實上他的作戰能力 輸F-18還是一大截 相當大的那個千十五 這個就是從 有沒有 他從他們的那個路上基地起飛 到了那個遼寧號 有沒有看到這個捕捉溝 把那個讓那個 攔截繩把它勾住之後停止 他必須要在最短的距離內 要把它停止 然後這是他從這邊起飛 這種的起飛方式跟美國的 尼米茲級的起飛方式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說他們的 雖然都叫航空母艦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這個航空母艦是哪來 當然叫靶艦 為什麼是靶艦 是因為第一個 它基本上沒有什麼作戰能力 它純粹就是一個 飛機的起降的一個平台 它只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從 不一定從我們的內地起飛 因為從內地起飛 你要再附油箱 就會影響到你的戰力 所以他們要把這個戰艦提前到台灣 海峽中線或者是到日本 離日本近一點 他們可以做境外決戰的戰略 所以他們航空母艦的 主要的用意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戰線 延長到更遠的地方 航空母艦的用意在這裡 蘇珊珊這個就是俄國的庫製涅佐夫號 俄國現在唯一的航空母艦 它也是一樣 它是華耀士起飛的 它沒有像美國的甲板 它是用彈射器 現在美國尼米茲級的彈射器 是用蒸氣式的 所以它比較起來 差太多了 這個是蘇珊珊準備要起飛 這也是華耀士的 所以中國是從 舊蘇聯時期 烏克蘭那邊買回來這艘船 所以他們現在要告訴全世界說 我們是有航空母艦的一個國家 身為一個大國必須要有的一個軍事配備 現在讓大家認識一下 中國現役主力戰機 主要是這個都是很老舊的 1,5,1,6,1,7,1,8,跟我們F5差不多 F5E,5F 1,10以上 1,10有1,10B 1,11,1B 這個都是蘇凱27的延伸機種 跟蘇凱27 蘇凱3 這現在他們的主力戰機 事實上 算是一個中等國家的一個配備 所以我們每次中華民國在台灣 吵什麼 人家中國福利比我們強大 事實上 實際上攤開出來 事實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那個都是文攻武嚇 恐嚇我們台灣人說 你們不聽中國的 如果你們不見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要配合中華民國怎麼樣 來欺騙台灣人 你們不聽話 中國一定會修理你們 要不然就說 美國打不會理我們 美國不會理我們打不過中國 我聽過這樣的言論 他是一個住在 他現在在瑞士 他跟他的男朋友回到台灣 然後我們就聊天 他是台灣人 駕鋼的台灣人 我就跟他講這個 我說 我說中國跟美國 最近會搞得很不愉快 當然一定有他的因素 但是他就馬上回我一句話 美國打不過中國 我就在想 普遍的台灣人處 有了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中國很強大 美國不會管我們 我們很可憐 其實錯了 我們真的是有一些 我們對台灣地位的這種 無知 造成我們內心的恐懼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是因為我們台灣人經過蔣介石 來台灣將近70年的時間 給我們洗腦 洗腦洗腦 台灣變成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我們的政治人物 全部都是喊這個 那有一次 那這個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個新聞畫面 當然這個是我個人的那個 因為有一次我看到蔡英文 沒有政黨的那個 我說我看到蔡英文在電視媒體講說 中華民國已經流亡了 結果他到了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台灣 奇怪你之前講人家流亡 現在你要到 你牽責到你的政治利益的時候 你又講不一樣的話 那原來你們這些搞這些政治的人 都是為了你的政治利益 來玩弄台灣人 玩弄台灣人 所以讓你們知道說 中國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強大 真的 這個都很很清楚的 好 我們來看看日本的軍事部署 日本因為二戰被美國打敗 所以一直處在不正常的主權獨立國家 雖然它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是他有一個那個盧萊佛的首長 那個盧萊佛的首長是誰 就是美國一直壓著他們 你們不能怎麼樣 然後日本就只好奠奠的不能講話 那就按照 因為畢竟美國是征服過 好 一直到最近 中國的動作越來越多 美國人想說好啊 逮到機會了 他就鼓勵中國人 你們趕快 你們經濟給你們 讓你們有能力買武器 然後去製造什麼 去挑釁 跟鄰國做挑釁 讓美國有一個機會 去解決這幾十年要解決的事情 二戰之後還沒有解決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開始怎麼推動修憲 在最近幾個月以前修憲成功了 美國支持之後 只要美國一公開說 我們支持日本的什麼 集體自衛權 實行集體自衛權的部分的時候 安倍晉三就大膽的怎麼樣 就開始推動他們修憲的動作 好 我們來看日本到底他們有什麼 我們讓大家知道 日本從F-16為基礎 共同研製什麼 F-2戰機 F-2 這是日本自製的戰鬥機 跟台灣 台灣的IDF也是從F-16為基礎 然後研製了IDF 這個是日本自己的裝備 那2000年開始服役 好 這就是F-2 F-2跟F-16的差別就是說 它跟F-16很像 只是它的這個機翼比較寬一點 這個後面的機翼也比較 稍微再給它做改良 重點它跟F-16的差別 就在於它的機電系統比F-16還好 而且都是日本 所有的參數都是日本自己在設計的 好 日本還有什麼呢 他們還有F-15E 這是日本幾乎是80% 90%以上 都是日本的民間公司 Mitsubishi 三菱重工 整個都是他們 結合日本的一些民間企業 完成的這種這架飛機 這個叫做F-15E 那個改良型的戰鬥機 那這個也是現在日本的主力 F-2在這邊 這個是F-15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未來F-3 F-3戰鬥機 日本最先進的飛機 將要也是這幾個企業做 三菱重工 中部全部都是他們 連發動機也是他們的 發動機也是這些工業 全部都是日本工企業 有沒有 日本三菱公司 準備要怎麼樣 第五代 這個第五代這個新神 新神 俄羅斯講的 這都是美國的一些披露的 他們在五年內開始研製代號F-3的新型戰鬥機 以及在2027年開始投入量產 以及性能會超越美國第五代戰機 F-22蒙群 跟F-35閃電二型的 隱形技術大功率的發動機 將成為他們研發的重點 也就是說這個空中的空優 從北邊一直到南邊 整個對中國的封鎖 已經慢慢慢慢在形成了 慢慢慢慢在形成了 好 這個就是F-3隱形戰機 好 我們來看 全世界在研發第五代戰機的國家 只有一個美國F-22已經開始服役 試驗中的 試飛的 美國F-35 俄羅斯的T-50 中國的C-20 C-31 跟日本的新神 已經在研發第五代的 全世界目前喔 那研發中的 還沒有試飛的 有瑞典 歐洲的國家 俄羅斯的米格 南韓也在 南韓 南韓也是很糟糕 南韓是我們IDF後來完成之後 美國就賣我們F-16 AB型之後呢 結果我們IDF的那個 中科院的人瓦解掉 結果全部跑到南韓去那邊 結果坐了這架飛機 就坐了這個T-50 把T-50做出來了 這個是日本昌隆級的全艦 4200噸 好 我們之前在上初級班的時候 秘書長說你不要小看日本 他雖然是自衛隊 但是他們所有的進攻企業 全部都是移到民間 移到民間 他不像中國的進攻企業 他是國家的 美國的 日本的類似美國 他是交給民間公司 所以他們每年 五六七八九 有沒有 下水七八九十四十四 九十十一十四十二十五 製造商三菱中工 川崎造成三菱中工 最近俄羅斯的軍工媒體 又發布了一個消息說 日本他解除了這個 集體自衛權的限制 日本可以在一個月內 可以造兩艘潛艇 兩艘潛艇 也就是說 日本有那個實力 兩艘潛艇 也就是說這要打起來的時候 他每個月會生產兩艘 那他們 那時候集體自衛前 還沒有被開放的時候 日本他是這樣 他為什麼要每年生產 因為他們的潛水艇 只能服役一年 一年就要退役 服役一年 也就是說他們的潛水艇的 那個人員 每年都要什麼 開新的航空潛水艇 都是很新的 那他把退役的那個 航空母艦就放在他們的 儲存廠 以備不死之需 只要美國一解放 那些都可以使用 不像我們的潛水艇 已經用快了三十年來再用 人家是每年換一次 這個是還有 日本還有什麼 最大的戰艦 出雲號 這是十月份 這幾個月 下水的 這個是所謂的輕航 這個所謂的輕航母 就是這個 大日本國際 講是講說 這是直升機的一個平台 事實上F-34 我可以在這邊降落 所以日本做這一艘戰艦 主要的目的是針對F-34 為什麼日本要買F-35 是針對這個出雲號 因為F-35它可以 F-35B可以垂直起降 日本準航母搭載F-35B戰力可對 F-35B才先開國 意思是說 美規的那種作戰方式 跟共產黨的作戰方式不一樣 美規的作戰方式是世紀外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看到我的飛機 我已經把你打下來了 我還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它在200公里的時候 我就發射飛彈就可以把你們打下 也就是說F-15 根本打不到F-35的意思 它的作戰的那種損益比 是可以零比多少多少多少這樣 而且它還可以搭載這個長工型的DJ 這個又是半日本自製的 一半是日本自己做的 DJ這個是日本有參與直升機的什麼 那個設計跟製造 而且其實Apachi最大的 最可以看到的是這個第一火 第一火 這個是比對 這是中日的那個戰機比 那個軍力比 好再來我們看美國的軍事部署 2005年轉向亞太 建構什麼 一套全球最大的防禦體系 重返亞太所圖為何 重返亞太 亞洲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航空母艦 以防到太平亞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直升機 賣給台灣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戰鬥機 部署在日本 沖繩 好這個就是島鏈 我們講的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是從日本開始 第二島鏈也是從日本開始 第二島鏈是從恆西河有沒有 這裡過來 這第一島鏈 我們現在是處在第一島鏈 那台灣的地位是 又是離中國最近 所以台灣的整個戰略地位 在美國的原理 在日本的原理 是非常的重要 他必然要把台灣納入什麼 納入什麼 納入什麼 納入這個美國的亞太在平衡 亞太在平衡的一個戰略裡面 菲律賓 而且又有新的島鏈出來 又有新的島鏈出來 好 我們來看這個4月24號 這個事情在元旦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了 美國人 美方 美國已經告訴我們 民政府跟秘書長講說 元旦的秘書長講這個 告訴你們 我們大家都聽不懂 4月份美國會有很重大的宣布 我們會有什麼宣布我也搞不清楚 聽聽看嘛 就真的發生了 他講4月20號 事實上晚了幾天 歐巴馬是4月23號才過去 那所以 剛剛我們看到最後一段畫面 都是秘書長先講發生的事情 先講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要不然他也不是神仙 他怎麼會知道 先知嗎 一定是有他的管道 那歐巴馬跟天皇走在16部 有他的正義一行 因為接下來是由歐巴馬替 在日幫天皇什麼夜兵 這個是歐巴馬跟安倍晉三 4月24號共同宣告 宣告集體自衛權 美國支持集體自衛權的整個解放 跟美日安保條約是包含了釣魚台 台灣 釣魚台台灣 這是新聞的那個 好 我們看他的重點 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間隔主導在美日安保條約 第五條的範圍內 歐巴馬全面支持 日本將檢討這個 好 反對中國武力改變性 這是美國人講的 這是歐巴馬講的 所以美國跟中國它是邦交國 美國邦交 美中邦交不會去犧牲 美國與日本在內的其他盟國的關係 其他盟國的關係 這邊 裡面就有很多解釋的空間 盟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他的盟國 是不是他的盟國 我們大家思考看看 除了日本 除了菲律賓 除了越南當然不是 幾個澳洲 幾個盟國的關係 可是跟中國臨近的國家還有幾個盟國 大家想看看 再來就是美國反對任何妨害日本管轄的行動 以及反對中國在東海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好 這是歐巴馬的那個 這次在任的美國總統首次表明是 表示釣魚台的問題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 這也是美國總統在任的總統首次表明資源 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將在亞太地區 與日本這樣的同盟國緊密合作 再次發揮主導的作用 所以歐巴馬以此表示 要親自主導推進亞太再平衡的戰略 你們看得懂這個意思嗎 亞太再平衡就是我們在媒體 稍微會聽到 可是台灣的媒體不太願意講這個 因為會牽扯到他們中華民國的利益 跟中國的利益 所以我們只好透過各種方式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亞太再平衡 亞太戰略的平衡的對象是誰 肯定是中國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中國如以武力進犯釣魚台 將視同對美國動武 這個很清楚 有記者就問 請問中華民國的武力進入釣魚台 主權領海內 侵入美軍防守範圍內 將怎麼樣 視同外國武力 這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這個是媒體 我直接從媒體那邊直接弄下來 是他們聽人家美國人講 他們就把它寫這樣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對美國來講這個叫做外國 這個叫做外國 什麼是美日安保條約 這邊有講 任何一方受到無力攻擊 依照本國憲法和規定手續 採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險 前期的武力和作為結果 採取全部措施必須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 規定立即報告聯合國安理會 集體自衛權就是說 當本國的關係密切的他國遭受到武力攻擊時 即使本國會受到直接攻擊 也擁有使用武力阻止攻擊的權利 好 如果台灣遭受到攻擊呢 他要不要出兵 他當然可以出兵 當然可以出兵 那當初為什麼這個集體722權這麼重要 因為這個是會牽扯到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喂 像蘇聯 蘇聯時期佔領了什麼 南華太北 就北方四島那些 在之前他們不能出兵 跟俄國怎麼樣要回來 現在日本有那個權利了 可以透過 如果外交談判不成 他們可以動用武力 他們可以動用武力 那在過去集體自衛權沒有鬆綁之前 他只有最小限度的個別自衛 也就是說人家打我才可以打人家 打回去 好 這是究竟商和平條約第五條 就是限制 限制日本的那個集體自衛權 好 亞太區美軍基地的佈置 好 這個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賽希爾哈尼海軍上將宣稱 美國太平洋的艦隊今後的重點就是中國 很明確 好 這是那個 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美國的島鏈的戰略就是說 也就是說美國亞太戰略要針對的對象 一定是這個 因為美國離中國太平洋非常的大 如果說美國真的要跟這邊 發生一些動武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在運輸方面 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就必須要有這些島鏈 來作為他的補給 也就是說他所有的補給線 會拉到離中國非常的近 所以他美國甚至可以透過這個第一島鏈 決戰到中國的境內 或是這個俄國的境內 只要是這個地方 美國推進到這個地方 推進到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的島嶼跟國家做一個結合 所以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那他的整個重要的武器都會放在第二島鏈 那作戰的都放在第一島鏈 所以這最先進的武器 我們就看著 在第一島鏈會部署很多世界最先進的武器 這個是4月28號 美國跟菲律賓 甚至於 甚至於 連馬來西亞都被勸進來了 搞不好下次連越南都是 因為現在越南已經 美國也已經解凍了他們 對美國對越南的武器禁令 越南為什麼一直在武力上面 一直落後的原因也在這裡 是因為有這個武器禁令的賣賣的問題 美國不願意賣武器給他們 所以越南大部分的武力 都是從俄羅斯那邊買的 這是俄羅斯 或者是中國也會賣他武器 但是現在後來因為石油的問題 他們就鬧起來了這兩個 這個就是美國 國防部長表示 美國將在2020前 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軍艦 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 60% 不只是海軍 空軍也是一樣 這次美國是玩真的 不是給你玩一玩的 美國每一任總統在打仗 所以美國作戰的實戰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他 而且他都是遠距交戰的 他們都是都在近戰截外 這麼遠的中東他們也可以打 每次我們都被台灣人 台灣人被中國人洗腦道說 美國很遠 沿水不能就近火了 錯 實事上不是這樣 這樣的觀念都是錯誤的 美國在打仗不是沒有距離的問題 他目前服役的10艘的航空母艦裡面 都是核動力的 你只擬自己的 所以他的遠距作戰能力早就已經形成了 美國除了他自己的部署 他也把一些武器 譬如說美國願意把F-35的技術 全部給日本 叫日本自己做 因為作戰是會花錢的 所以美國有了中東的教訓 美國在中東十幾年的戰爭花了五兆美金 美國受不了 他說未來我們有權力 可以鬆綁就可以鬆綁 所以他就鬆綁日本 鬆綁對馬來西亞 對越南基蘇第一島鏈的 全部都鬆綁 你們要武器我給你武器 你們中國跟鄰近的國家有發生什麼衝突 我們美國沒有立場 因為美國跟中國是邦交國 但是越南需要武器我賣給你 美國就是不賣給中國 因為他們是敵 美國刻意要把這個戰略變成是一個敵對的狀態 中國的武器越先進敵對的狀態會越明顯越嚴重 所以在2010年5月就部署12架最新銳的隱身逆中戰機F22 這就是F22 有沒有 這個是在沖繩基地 F22在這個就是那次美國轟炸 那個伊斯蘭國 美國派了F18大狂風 那第一波是請F22機械轟炸 讓F22有什麼實戰經驗 美國的這個武器大國 他要賣武器給國家 他們的經濟對金武的那種經濟 非常佔了他們經濟的比例很大 非常的大 所以他賣武器給全世界 所以人家就說F22去打那個伊斯蘭國好像有點大財小用 事實上美國是有他的目的在 有他的目的 他也在等中國 中國人家不要去挑釁把這個 我的F22也拿出來去試驗一下 這個米托洪札機 就這樣有沒有 出改37 這是沿國基地 這個未來是美國最重要的 他規模要變成東亞第一 他的戰力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戰力 這是F28 這個都是已經部署 這些看到你們看到的這些全部都部署了 F35 F35日本 目前的日本他可以配合美國的那個軍工企業 他們有40%的也就是說將近一半的那個技術 全部有零件全部交給日本來去製造 這是直升的 好 未來美國空軍海軍陸戰隊 全部要裝備F35 將近有2400多架 再加上盟國的大概將近3000多架 要取代現在的大黃蜂F16這些 這個就是ABCC 好 這個美國人為什麼會動作會這麼大 中國的挑釁 挑釁到中國的神經 我們來注意看 職業中型從這裡出發 他們的潛艇 穿過這個島鏈 穿過島鏈 這邊有美國基地 他們是潛水艇 潛得很深 繞關島一圈 11月初 繞關島一圈 再回去 經過這裡 石岩島旁邊 宮古島 所以最後11、12號到這個地方 嚴重了 事情大條 這個事情大條 竟然你說穿越這裡就算了 連俄羅斯都不敢玩這個遊戲 你中國玩這個遊戲 好 美國就只好封鎖第一島鏈 不讓你中國進來 不讓你進來 你已經觸動到了美國的最敏感的神經了 好 這就是 有沒有 關島在這裡 穿越到這裡 這邊繞兩圈 走 回去 從這邊 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出來 好 美國這個核潛艇也帶進來了 好 再來 美國的空軍 海軍 百分之60的兵力 2020年前 全部到亞太部署完畢 現在是2014 2015年 福特號也要進來了 福特號 那2020年前 然後美國加強對亞太軍力的部署 只是以人道研究的迷你 哪個地方發生了人道問題 跟本土台灣人控告美國政府 台灣國際地位以台灣人權保護訴求 也就是說 秘書長他們告美國 是用人權去告美國 因為美國說 台灣的所有問題都叫做政治問題 所以美國的國務院就不願意去接受 跟美國的司法部講說這個是政治問題 美國行政部門已以駁回 結果司法院司法部門就告訴美國行政部門 錯 人家告你的是人權 OK 人家告你 台灣人告的是什麼 台灣人在這個地方 在政治戀疫當中過了將近70年 你們美國人在二戰之後 你們到現在還沒有處理好 你們必須要依據台灣的人權的保護訴求 你們要怎麼樣 完成他們的需要 所以美國首先先提出美日安保條約 其實美國早就已經告訴 已經 只是台灣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媒體了 我們在媒體看不到這個東西 至於大家努力上網查就查得到了 必要是用武力主導解決台灣的主權問題 這個我講沒有用 美國人講就有效 就算了 武力只不過是談判的一個 對 沒錯 其實中國人 中國我告訴大家 這個我最近看到的那些 一些資料 其實中國表面上很壯大 事實上他完全不想打仗 他完全不想 他壯大 如果不想打仗 就我要繼續更大 他的用意是這樣 所以有必須要告訴 因為中國的狀況跟我們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來看中國的領土 我們來看 看回來 來來來來 看這個 我們注意看中國的領土 他跟台灣很單純 我們台灣很單純耶 跟日本都很單純耶 韓國都很單純 他只有一個鄰國耶 日本沒有鄰國耶 大家都是海島的國家沒有鄰國 中國不是耶 中國有第一島鏈 敵人 越南也是敵人 這邊印度也是敵人 他的後院 新疆也在私活 後面蒙古也不可能跟他好在哪裡去 那俄羅斯看情形 俄羅斯就是看利益 有錢 我們是兄弟 沒有錢大家就翻臉 所以中國的處境非常的糟 不是我們想像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 中國人 這個不是我講的 我是一些權威人士講的 我引述他的話就好 他說中國 鎮壓他的老百姓OK啦 但是你只要出海打仗就不行了 為什麼 他沒有那個條件 也沒有那個能力 因為像孫子兵法裡面講的 有沒有 我要攻城 我要有十倍的兵力 要超過十倍的兵力去攻 我才有辦法打贏這個層次嘛 對不對 中國 光是台灣就好了 他們號稱有3800架的戰鬥機 你要想 3800架是要部署到全中國 他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中國跟印度也是有邊界的問題 跟越南更不用講 越南可能會撐著到石油利益的問題 我們想看看 這個中國如果說他 他3800架我們台灣號稱400架好了 我們台灣的飛機400架好了 他們是號稱3800架 3800架有3000架可能都是二代機 就是1800 千7這些 可能只有一千架是還可以的 還可以拿出來做遠距作戰的實力 台灣400架大概我們 不要說我們啦 如果說連日本帶進來 跟韓國進來 中國根本就沒有辦法打 因為他就算是先進的戰機 他也沒有辦法全部部署在沿海 不可能 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導彈 用那個東風21型導彈去做攻擊 所以從這個比較這樣的分析 其實大家要很清楚 告訴我們的朋友說 中國是沒有能力做任何國家的攻擊的 他沒有那個能力的 他可以喊一喊 喊一喊然後要不然就是恐嚇 他們OK 那他要鎮壓他的什麼 鎮壓他的老百姓可以 他們絕對有那個能力 絕對有那個能力 所以我是看到香港的時候 美國第一時間 我就很訝異美國的動作說 日本說美國來幫我們 美國就說好 我們支持你們的動作 你們怎麼在第一時間就給人家支持 為什麼 美國 中國那時候就跳出來 美國請你們不要介入我們中國的內政 你們不要介入我們的內政 這是我們的內政事情 所以光是這件事情 美國人就很難解 那美國的用意是什麼 香港是一個民主社會的一個地方 地區域 那我們希望民主的這個 可以散播到整個全中國 讓全中國的人都可以享受到民主的自由 這是美國的戰略 這個就是福特號 明年 這個就要部署 這個太強大了 這一艘航空母艦 這是軍事專家說的 我引述一下 中國的東海艦隊 北海艦隊 所有的艦隊跟他打也打不過 因為他這個有 也就是你根本看不到他 他就已經可以跟你做什麼 進行攻擊了 甚至他是所謂攻擊型的戰艦 什麼叫攻擊型的戰艦 也就是說你可以侵入到人家的境內 做攻擊 防衛型的戰艦就是 你沒有能力侵入到人家的區域去攻擊 福特級 而且他的電池彈射器 從蒸汽改成電池 其實他還有更多的強大的武力 可以控制 有那個中國說 尼福特號算什麼 我們有航母殺手 他說我們有東風21型 好 美國就說好啦 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們檢討 我們會改進 結果他們就發明了什麼 電池炮 他們就發明了電池 電池 電池炮 因為那個導彈它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他們中國是號稱到5馬赫到6馬赫 電池炮的速度可以到達7馬赫 也就是說我的速度比你還快 也就是這個電池炮速度還比導彈還快 也就是我可以做一個防火網 你的導彈根本進不到我的區域裡面 所以這個金武競賽開始 金武競賽開始不代表會戰爭 但是除非是美國人不是這樣 我給你機會 我給你機會 你還是一定要硬搞的 我就會打你了 就是美國人 他不想打仗 可是你一定要拉到我的神經 我照樣打你 南海各國國防都提升起來 唯獨台灣中華民國對財經 這個中華民國一定要財經 因為被告了 中華民國財經不是真的要募兵 不是被人家告的 因為中華民國最多只有自衛隊 不能有國防部 所以國防部有沒有 那個下士叫什麼名字去 洪仲秋啊 逮到機會了 那個什麼 國防部長前任的蔣仲林講說 哪裡不死人 為什麼洪仲秋的死那麼重要 這個是有政治意涵的 馬英九逮到這個機會 要把國防部拉下來 變成自衛隊 我們的國防部只剩下什麼 他開始解編嘛 國防部開始解編 編到最後變成自衛隊 所以後來我們再繼續看 預計2015年軍隊 會減少到12萬人 解除國防軍轉型為自衛隊的性質 這是國防部今年 2013年兵力規劃 明年要實施永貫 就是明年快到了 兵力規劃從21萬 降到17萬19萬 馬英九說17萬太多了 繼續採 繼續採 預估要金減到10萬人 13萬人 這就是中華民國 也就是說我要把你的老虎 要下山要拔牙 那個不拔牙 你拔牙的老虎就跟一般 跟比貓還糟糕吧 好 他就這裡 他就講木兵字啦 怎麼樣 現在進了總任何時候再0-9% 這太高了 若能維持0.6%0.7% 就足以維護台灣安全 這句話 這句話你們認為怎麼樣 13萬人可以抵擋中國的 這是笑話 我們接下來 我告訴你 告訴大家 13萬人這是美國要要求中華民國 如果中華民國沒有做到 美國又要被告 因為再不聽話 中華民國會變成什麼 恐怖集團 恐怖組織 它就會變成恐怖組織 因為你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你就不能有軍隊 你可以有防衛性的 但是不能有軍隊 如果你的軍隊 還是超過你的人口的比例的時候 人家就可以告你 美國又告我洋狀的時候 美國人就來了 差不多 趕快處理 好 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會這樣 台灣關係法是針對中華民國 針對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跟台灣是 在美國是很巧妙的把它切割出來 很巧妙的切割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從哪裡 美中三大公報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台灣關係法及美中三大公報 做為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 在強調台灣的將來必須以和平的方法 很多人誤解了這個 這個意思 其實這是翻譯 事實上看原文比較精準 這個台灣是指在台灣的中國人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剛剛那個老師講的難民 那為什麼美國會有這個政策 是因為那時候美國的敵人是什麼 蘇聯 所以美國就一定要跟中國邦交 然後來對抗蘇聯 蘇聯瓦解了之後 它的對象就改成中國 因為中國還在執行什麼 共產體制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反共集團是誰 當然就是美國 歐美這些國家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 1972年的上海公報 跟1979年的建交公報 1982年的817公報 817公報就是8月17號做的 好 我們來看看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中美國認知 中國的立場 台灣海峽雙邊所有的中國人 很明確喔 有沒有 台灣海峽雙邊的中國人 認為中國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對此立場不提出異議 也就是說這個公報它不是法律 所以台灣關係法它是法律 這個只是一個公報 告訴說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美國說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這樣想的 我知道台灣有中國人我知道 這是美國的立場 好 到了美中建交公報的時候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國要跟中國建交 有沒有經過我們 有沒有經過蔣經國 沒有 有沒有經過我們的立法院 沒有 是我們把法律法院用大 把我們自己認為說 我們是那種國家的體制 事實上我們都被騙了 好 再來 並認知 從頭到尾 美國的立場都是一貫的 認知 中國的立場 中國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中建交公報 美國為了促使 美國的敵人那時候是蘇聯 他必須要怎麼樣 中國給你吃豆腐 你就說好啦 給你吃啦 給你吃 但是我還是有我的原則 到了817公報 美國重申 建交公報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並認知還是認知 中國的立場 中國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認知 承認跟認知當然不一樣 美國始終沒有承認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或者是用一句話講說 台灣有一部分中國人 這個比較標準 台灣有一部分是中國人 所以台灣的國際要正常化 台灣關係法 為了避免北中建交台灣 對台灣跟台灣人民的權利 造成傷害的所通過 所以經美國總統簽署後 公佈為美國法律 也就是說台灣關係法是 美國的國內法 大家要清楚這一點 其實好像只有我們不清楚 中國的學者都很清楚 我看過那些什麼楊玉銘什麼教授 一些教授他們的文章 他們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他們都承認這個 他們都知道這是國內法 雷倩 對不對 有一次在媒體在講 中國跟蘇俄在討論那個 中國人跟美國講說 你們不要再賣武器給台灣了 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有記錄說 最後美國是不能再賣武器給 應該是講中華民國 但是這個中華民國的媒體很喜歡 這樣子會被人家懷疑 中華民國跟台灣他們會換來換去 隨他們對我們有利的台灣進來 對他們不利的就是中華民國 是這樣 我們都被搞得團團轉的 因為台灣人不想注意這個事情 台灣人做生意都來不及了 還想這個東西 台灣人在坊間流傳的一句話 什麼人執政都一樣 反正勝利繼續生活照樣過 我想這台灣有太多這樣的人 就滿麻煩的 然後最主要台灣關係法 在實質上將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看待 在非外交關係的基礎上 這是要給蔣介石帶來的這些 蔣經國這些人爽的 我們雖然沒有邦交 我還是覺得 我認為你還是國家 這美國人搞得模糊策略 對台灣人搞得模糊策略 而且這個裡面都有美國裡面 他們的戰略在裡面 好 有沒有 台灣關係法 以上三大公報 在美國國內法的效力不同 台灣關係法是由國會 依法 依立法程序表決 通過並經總統 簽署公佈實施的法律 三大公報 則是美國總統 依其自身的外交權限 所宣布的單純行政協定 並未經過國會表決通過 所以大家看 有國會的跟沒有國會的效力 就差很多了 好 台灣關係法這個是原文 我們有空自己看了 好 這邊我看這個 這裡 我們為每次買 台灣要買武器的時候 大家 台灣人都搞不懂 為什麼美國都買 不賣好的武器給我們 這裡 美國將繼續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 在第幾條 這個法案 為明定美軍在台危機出兵 保護台灣的義務 他不寫 但是我想去就去 其實我們台灣 台海有幾次 那個危險 美國的第七艦隊都在第一時間出來 像1996年 有沒有 那個中國不是要試射導彈 試射導彈 美國的小英豪就跑到台灣海峽那邊 你稍微注意 給他嗆聲 注意一下 小心一點 不要亂打到我們的人民了 所以最後台灣武器 中美建交 台灣關係法裡面 中國喜歡用台灣關係法 跟美國講說 不要再賣武器給台灣 不要再賣武器給台灣 所以台灣 未來要買到美國先進的武器有困難 有困難 除非這是美國的政策 美國會告訴中國說 這個不是給中華民國的 這是給我們自己的 這是巧妙的 你們看不懂 我們也看不出來 在台協會 就是代表美國政府 這邊 我們了解一下在台協會 AIT 美國總統與美國政府各部門 與台灣人民進行實施各項方案交往關係的時候 所以說 應在總統的指示方式的範圍內 經由透過銷售記錄 也就是說總統會指示 也就是說美國在台協會 是在美國民間的代表政府 他是代表政府的民間機構 代表政府的民間機構 所以為什麼馬英九的那個什麼 稅金有沒有 馬英九是美國人民 他沒有綠卡的問題 所以美國人民當然 你就算活在哪裡 美國都要追稅 這是美國的政策 所以當然會追到馬英九 那美國呢 為了要怕說台灣造成 因為這個問題 馬英九當然也希望說這個問題 能夠爆發出來 為什麼 可以透過這個得到他們的好處 為什麼 台灣繼續亂對不對 然後動亂 因為馬英九它造成什麼很多的混亂 好 OK 然後AIT就幫那個馬英九圓黃 那個AIT就會替馬英九圓黃 他們不會給你講真實的 但是可以你講 他不會 雖然他不是不算說謊 但是他講對的事情 選擇性講對的事情 好 新的第一島鏈 新的島鏈 這個為什麼要弄出來給大家看 未來美國的新政策 這是牽扯到美國的新戰略 美國要轉向60% 你說60%的航空母艦跟飛機跟軍艦 請問你要你們要停哪裡 請問各位要停哪裡 日本已經很多了還要停哪裡 台灣可以停 蘇比克灣可以停 這裡也可以停 甚至連越南也可以停 你看60%多少的船艦要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未來我們會跟美國談 永久駐軍 就有點像沖繩一樣跟韓國一樣 美國為了為了為求全球的安定 他必須要跟台灣的執政當局怎麼樣 談 我要給你們本土台灣人自治OK 但是我要永久駐軍 也是美國就有這個法源依據 在台灣屯兵 然後他現在勾到這裡 也就是說勾到這裡 這個是我們的太平島 這個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我們來看這個圖就很清楚了 這個島鏈本來是這樣拉下來 現在是往內勾 這個是西沙豬島 這個是南沙豬島 西沙豬島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邊981平台 中國跟越南發生動亂的爭議的地方 就在這邊 離我們的西沙群島很多 那游最多的地方也在這個地方 南沙群島我們還有一個太平島 所以為什麼那些越南也想搶 我們的一些島礁 原因也在這裡 所以未來可能都會有駐軍 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太多利益了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在台灣的軍事部署 你們不知道 中華民國一直騙我們 那個是我們的 那個是我們的 你看像新竹樂山的雷達基地 中國人 黃種 黃皮膚的人不能進去 不是說台灣買的嗎 我們是跟美國買的 我們是跟他買好幾億 但是問題是這個雷達不是我們在操作的 鋪路爪長層雷達 這個是彈道導彈預警雷達 也就是說東風21行出來他們就會 就已經監測到了 有一次有一個試射被那個 那個 日本都還沒有發現 這裡這裡這裡 新竹樂山之頂鋪路爪雷達成功捕捉到火箭發射路徑 全程掌握 從火箭的點火 墜落點 整體的動態 比起日本方面的偵測 早了兩分鐘 並與美日軍方做情之交流 也就是他這個設備比日本的還更早 在2012年12月12日 北韓發射的火箭 什麼時候發射的 什麼時候落到什麼地點 這個雷達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的已經抓到了 美國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一定有它的目的 那這個樂山基地的雷達站的航蓋 幾乎整個中國都被它航蓋 一直到馬來西亞有沒有 這麼大 那個北韓那是從這邊發射 這樣發射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雷達已經比日本的還早 兩分鐘 所以我們可以新疆發射 如果它把他們的導彈從這邊發射 我們照樣知道 照樣知道 他們往沿海也有道理 因為比較近 比較快 防疫的那個反制的時間會比較久 如果從這裡的話 你可能在這裡 就在你們的領空就炸掉了 我們這邊就會發射那個 會發射 那未來 未來 現在已經美國的軍方智庫已經在原理 在台灣部署20台的電磁軌道炮 就是防治這邊沿海東風21型導彈的 也就是他們一發射 我們雷達一發現 我們就開始那個電磁炮 對電磁炮就開始發射了 讓他們的導彈根本出不了海 根本就出不了海 還有什麼 獵戶座海上巡邏機 P3 P3 就這個 這P3這個 又有一個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飛機是美國人開的 不是台灣的軍方開的 美國人開的 下來的時候 看美國人看到 哇 怎麼這麼多人 記者都來都不敢出來 就躲在裡面 不敢出來 因為台灣的媒體說 我要想知道 到底是誰開了這架飛機 這個是 這個是 除了他是反潛 主要他底下還可以掛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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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叉 跟一些 一些飛彈 他是有武力的 這個P3是有武力的 就是所謂的 潛艇的克星 潛艇的克星 所以這個 這個P3有沒有 美國也要賣給越南 美國也要賣給越南 因為那個中國的潛艇在南海 繞來繞去 越南也是很受不了 好 再來一個 E2 我們以前叫E2T 現在 把拿到美國重修變成E2K E2K 最新的 我們現在用的是 那個 改進型的 E2K 再來什麼 就是長攻阿帕奇 這也是最新型的 E型是最新型的 他這個也是 這個是坦克克星 而且他非常有實戰經驗 阿帕奇是在那時候 中東戰爭的時候 打伊拉克的時候 展露頭角的 展露頭角 所以美國人說 哇 這個好用啊 而且他那個幾乎是 他有很多那個很可怕 非常精準 他的那種命中力 百分之95 好 再來就是這個 有阿帕奇的 E 印度也有 我們台灣也是E 這邊各國的那個 都有 其他都是D 都是比較舊型的 就這個 這個是第一火 這個就是第一火 很可怕 這個 一顆就是一顆戰車 這個 你看一顆飛彈的造架 跟一顆戰車的造架 怎麼算都核算 怎麼算都核算 好 再來就是 台灣最穩定的戰鬥機 IDF 台灣製造的 這個IDF 亞洲製造第一架噴射戰鬥機 重點在哪裡 這個是大黃蜂戰鬥機 對不對 美國目前最常用的那個飛彈機 而且穩定性最好的戰鬥 戰鬥攻擊機 這個兩顆 這兩顆 對 要掛在它的後面 這個推力不夠 所以人家講 人家笑我們這個ID 不是說 哎呀 走太慢了啦 可是它的 它的纏鬥性 比F-18還好 我們這個只要一加起來 我們可以比蘇2的蘇凱27 蘇凱27或者蘇凱30 連F-22都不敢跟它進戰 因為美國不崇散 對 纏鬥 中華民國的空軍 因為飛機少 他們就已經飛機比人重要 美國是人比飛機重要 台灣是飛機比人還重要 所以他們死也要把你 把你纏鬥下來 所以台灣研發的 自己自製的 就會自製說 一定它的操控性非常好 確實 這是台灣人的驕傲 台灣設計 我們台灣人在發 研發這個飛機的時候 不小心發現了 逆中的設計 因為IDF的進氣道 它是S型的 所以你看不到 那個雷達看不到熱源 就搜索不到它 所以我們只要有 我們IDF唯一的缺點 就是引擎太弱 只要推力夠 我想我們要引擎很簡單 因為IDF本身有引擎 那個逆中的那個 也就是全世界逆中的開始 就是這邊啦 就這一架開始的 全世界的逆中 也就是為什麼要逆中 雷達還沒有看到我的時候 你還沒看到我的時候 我已經把你打下來了 的意思在這裡 超級大防風 這個是它的引擎 F18 F40 我們要的可能是 414比這個更大 我們來看這個 有沒有 F18 414 這個是414的 這個是404的 推力就不一樣 那你看 IDF現在的是什麼 它兩具54 還不如人家的一具 人家就這樣 人家一計發動機就48 將近跟它一樣 我們的兩具是它的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這個發動機 如果是這個更大 414更大 這發動機 如果說 你看如果說 用到這個的話 哇那不得了 那個 蘇凱27之所以會有名 是因為它可以空中煞車 你知道飛機可以煞車 你們知道嗎 這樣 反正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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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再追你 它就停煞車 IDF具有那個功能 如果是IDF 換成這個引擎 只要美國同意 美國同意 好 我們不賣飛機給你們 但是呢 你們自己自製 你們自己 我告訴你們怎麼做 你們按照我的方式做就好 這個是那時候IDF那些團隊 被韓國挖走之後 他們用什麼 T50 南韓的T50精英式教練機 你知道T50就是台灣人做出來的 但是有一個重點 它只有一顆而已 它的那個 它是用一顆的那個發動機 我們用兩顆嘛 它是一顆 如果我們還是用 沿用我們的兩顆發動機的話 哇這個 我們的IDF就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好 20台的電磁軌道爆就長這樣 要放在台灣 台灣是不成的航空母艦 西部 沿海 全部部署電磁軌道爆 就防止中國的東風導彈 它是這樣 它如果是遠距交戰的話 它就船艦就弄 就開始那個 做攻擊 好 這支電磁軌道爆 有沒有 速度相當快 已經試射成空了 好 還有一個重點 為什麼剛剛講到這個 來 台灣海軍司令出席 美艦隊司令交接 台灣軍事交流 去年悄悄的升級 我海軍司令 陳勇剛剛上將 伊亞太五個名 好這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件事情 我聽到的時候也嚇一跳 有一次我來的時候 來上課的時候 就有一次 告訴你 這個 這件事情 很重要 因為台灣已經被美國納入 為它的戰略了 為什麼 我說用什麼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關鍵 這個是給人家看的 這是政治意涵 也就是說 講白一點就是說 台灣的軍方已經被美國接管了 我說哪有可能 怎麼可能 慢慢去研究 確實 美國重新評估台灣的戰略地位 所以 以前 美國都不願意讓我們參與他們的 比如說 太平洋最大的那種經驗 台灣是不能去參與的 美國悄悄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很技巧的讓你們參與 所以你看 22國裡面 是什麼國家都可以來參與 但是有幾個核心的國家 只有五個核心的盟邦國家 可以開 可以出席這個會議 但是有第六個是誰 就是這個 台灣 來自台灣的軍方 第六個 人家說 有重大的政治和軍事指標 自己想看看 五個有日本 有南韓 有澳洲 都是美國最核心的一些國家 台灣竟然可以進來 就知道 原來 原來是這個意思 台灣的戰略被納入到美國的戰略裡面的時候 亞洲在平衡的戰略裡面的時候 台灣的整個戰略就變了 所以 雖然說我們看不到 美國的先進的飛機要來台灣 但是偷偷的技術上交給我們 引擎那邊做一個那個 怎麼樣 亞洲政策下戰略考量 中國持續擴伍前提下 重新評估台灣在亞太防疫具有的地位 好 這個我們看一下 台灣地位其實很重要 北邊跟南邊我們是中間 然後又離大陸最近 我常常想台灣如果遭受到攻擊 第一個會跳腳的是誰 對 沒錯 對 沒錯 日本第一個會跳腳 第一個會 他為什麼要集體自衛前要放鬆綁 就是台灣只要造成任何國家的攻擊 他就可以出兵去做那個 那為什麼是日本 對日本來講台灣非常的重要 現在這個航道是屬於國際航道 沒有人譬如說我要到越南 請問一下日本要從這裡嗎 不可能 如果台灣真的就他們中國人想的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被中國掌握了 控制了 這個海就是他們控制了 這個海也是他們控制的 日本根本沒有辦法走這裡 他一定會被迫走這裡 要不然就繞過來 你說日本人可能會幹這種事情嗎 不可能 所以從 這樣會造成日本經濟非常大的什麼 損失 非常大的損失 所以日本人怎麼樣也要跟中國抵對 為什麼 我們的利益起衝突 除了石油利益之外 我們的所有 因為你讓中國在這邊跟你講 你日本來OK 買入錢 買入錢 當然利益衝突引發戰爭 所以大家要充實這個 海經到達的地方 就可以到哪裡 在那裡得到利益 中國現在幹的就是這種事情 好 這個主導的爭議 主權爭議 這個真是 釣魚台 為什麼是台灣的 你要從馬關河越開始 因為釣魚台跟台灣群島是馬關條約 那個時候怎麼樣 全出來的 來 我們來看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大皇帝陛下 全力合約 你們認為這是竊取嗎 還要用日據嗎 日 日 日 怎麼講竊取用偷的嘛 我們跟人家買賣房子 房子不是有買賣契約嗎 契約說了就算了嘛 不是嗎 這個契約 為什麼他們可以不承認 我跟你簽好契約 過兩天我後悔了 我片面宣布這個契約不算 可以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蔣介石幹了這件事情 他片面在中國四川 片面解除什麼 就馬關條約 所以這樣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中國就傻到要跟蔣介石那個 因為他中國說 中華民國是 我們是中國合法的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是我們的 我們是繼承中華民國的一切 那是不是連蔣介石講的那個 宣布片面宣布馬關條約無效 這個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們中國人喜歡搞這種東西 有沒有 清清楚楚的 這個頭顯很長 李鴻章 李鴻章有沒有 很長 好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方的地方 全併將該所有的 OK 這裡寫什麼 永遠讓於日本 永遠喔 好 永遠讓於日本 第二個 台灣全島記 各附屬島嶼 好 澎谷就是澎谷 有很清楚 什麼叫做附屬島嶼 我們知道的是台灣跟澎谷嗎 附屬島嶼是什麼 金門不是 金門是中國的領土 對 彤谷有啦 這裡寫啦 那是中國的 不是 金門跟馬祖都是中國的 三仙台 龜山島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 當初割中國領海以內的 這邊的島嶼全部都是要割給台灣的 有沒有 台灣 台灣的那個有沒有 島鏈有沒有 不是島鏈 就是這個板塊 是依據這個板塊 這個沖繩板塊不是我們的 是因為這個板塊 跟我們這個板塊不一樣 我們這是在大陸板塊上 這個不是在大陸板塊上 所以 這邊有雲那國島 比釣魚台離我們還近 為什麼我們雲那國島 我們不能主張是台灣人 是因為 這個是 這個板塊是屬於 沖繩群島的板塊 那我們 釣魚台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板塊 所以應該從這裡畫下來 一直到南海一直到西沙南沙 全部都是台灣管轄的 原本日本政府想 原本的大日本帝國想要把這個 也給台灣管理 後來台灣不要 所以我們只要這個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的釣魚台 是由我們的台北洲在管轄的 台北洲在管轄的 有沒有 離我們最近的是這個 雲那國島有沒有 比釣魚台還近 不是說你比我近 我就可以主張那是我的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板塊 第二個條約 第二章領土的部分 條約就是這樣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現在朝鮮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直接在條約裡面 條約裡面去直接明定 就算了 就生效 那台灣是什麼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之所以 為什麼不要用這種 為了麻煩你應該是直接 對不對 台灣給誰 給誰 或者要不然就這樣 當初有在討論台灣的問題 台灣是怎樣 要割給中國呢 還是讓台灣自己獨立呢 還是讓台灣跟日本做聯邦呢 大家有在討論 原本說這個討論要送到聯合國 後來剛好碰到 後來美國為了他的戰略 所以跟中國講說 中國你們不要參加韓戰 如果你們參加韓戰的事情就複雜了 要不我去跟你談 我就跟 我拿台灣跟你換 美國是幹這種事情 後來中國說 哎呀 毛澤東直接跟美國人講 台灣什麼鳥地方 我中國 不要了 我不要了 就是毛澤東自己講的 不要了 就是進去打韓戰 美國就不爽了 哇咧 你 我跟你這樣子 你竟然不要 跟你談 好好談 你不要 是不是好 就打起來 韓戰就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 開始了 決院就開始決院了 然後 那重點是 是從那個之後 美國就想說 好 聽聽日本好了 後來吉田茂 跟那個杜勒斯就開始 炒你這個 究極戰和平條約 後來 最後才讓杜勒斯知道說 台灣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日本國土的一部分 所以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們採用這種巧妙的方式 用放棄 放棄有一個慣例 有一個慣例 那個案例在古巴 美西戰爭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的時候 四個島 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克跟古巴 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克 全部被西班牙割給美國做民地 變成是美國屬地 所以因為 美國的宣法明定 最後一個州就是夏威夷州 所以不會再有新的州 也沒有也不 台灣也不可能成為美國的一州 因為沒有 我們的前面還有很多 那個同學在前面 關島也想當美國的一州 波多黎克也想當美國的一州 菲律賓那時候也想當美國的一州 美國說不行你要獨立 所以菲律賓是1946年 美國強迫他們獨立的 你們要 你們自己選你們自己的總統 關島他雖然沒有獨立 他是美國的屬地 但是他只能稱得上是美國的國民 所以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們沒有選舉權 你們可以選你們自己的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選我們的 波多黎克也是一樣 那古巴是怎麼樣 古巴跟台灣的狀況一樣 他沒有直接割給美國 他就古巴的地位未定 以後再討論 討論到最後美國 把他怎麼樣 鼓勵他們獨立 結果古巴獨立之後 不是有那個強權的總統嗎 結果就不聊美國總統 他們兩個又搞不好 所以未來台灣的關係 台灣未來就是 因為我們是被放棄的一個領土 那有些中國的那種學者就說 我們講比較親歷的 他說台灣被放棄了就可以 他就變成無主的土地了 無主你知道嗎 無主土地你就可以變 就是類似殖民地這樣 你可以只要老百姓住民自決 老百姓辦公投 我們變成一個國家就變成國家了 有一個學者 所以因為被放棄了 所以他變成無主地 事實上放棄 又有一個案例 國秘書長很認真 研究出這個東西 他就拿什麼 拿那個文萊的案例 文萊原本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葡萄牙說我要放棄那個文萊了 結果放棄的那一天 然後文萊就宣布獨立 結果印度印尼的軍方就直接佔領了文萊 結果被佔領了24年 美國人就出來講話 還給人家 那個聯合國呢 重點是聯合國說 聯合國始終承認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葡萄牙殖民地 因為放棄不代表他沒有權利 放棄他還是有主權還是在葡萄牙 主會葡萄牙明定的說這個土地我要給誰 或者是有做新的一些 又有一個新的條約說這個文萊 我希望他們能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就像這個 日本承認有沒有 朝鮮獨立這樣的條約就可以了 那問題是不是只有光放棄 主權就可以變成無主的 不是不是千萬不要誤會了 所以有關太平洋戰爭和平條約 清楚規定 第二條B 日本放棄台灣共同 這個是跟台灣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是全部討論台灣的問題 那個只要是牽扯到二戰的 全部都討論進來 越南地平全部都牽扯進來 好 第四條B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澎湖有處分 一次被講 處分 你們知道什麼叫處分嗎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有在買賣應該很清楚了 如果說這個土地裡面有石油 它有沒有全力開採 對 也就是說 我們的釣魚台有石油 美國當然要出面 所以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地位問題 國際地位問題跟什麼利益問題 糾葛在一起的時候 美國就說 嘟嘟啊 一次來搞定 一併解決二戰 沒有解決的問題 23條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就是金山和平條約 那中華民國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只有一條 而且不是條約 它是暫時的命令 麥克阿瑟 依據美國總統授權說 要蔣介石的 不是接管 是佔領台灣 就受想 就是說去台灣執行 受想 受想 要投降這樣 是這個命令而已 沒有了 沒有別的了 中華民國跟台灣是完全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條約 有啦 是1952年的 4月28號的那個 台北條約 這個台北條約到1979年就無效了 因為中國 日本是針對主權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並不會針對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來簽訂條約 好 中國戰後得到的優惠措施裡面 沒有包括台灣跟澎湖 26條日本可以單獨 未被邀請的簽署和平條約 這國家簽訂和平條約 就是那個啦 台北條約啦 因為中華民國並沒有被受到邀請 簽署這個就金上和平條約 所以日本有那個權利 保留了26條 好 這個我們 好 這個都是爭議啦 我們來看以前的那個大日本帝國 這麼大 到國安島全部 一直到了 有沒有 到了新幾內亞都包含在 整個越南 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 中南半島 中南半島 整個一直 好 有沒有 滿洲國 有沒有 南南華泰 北方四島 千島 千島裂島 全部都是 這邊的島嶼 幾十萬個島嶼 現在只剩下這些而已 原本是這麼大 現在只剩下這邊 好 好 跳一台主要的爭議在哪裡 有兩個 第一個 日本從來未承認馬關條約的第二條 他們選擇性不承認 第二個就是日本從未更開1945年 4月1號的日本天王照射 奇怪呢 你們知道新日本帝國 新日本國的憲法是怎麼來的 你們知道嗎 是 這也是用這種方式 有沒有 這個是天皇照書 後面有 那個原版的 後面有 日本的新日本憲法 也是用這個照書寫的 同樣的照書為什麼效率不一樣 應該是效率一樣 是他們可以選擇性不承認 這個問題是 日本選擇性不承認 是有他的戰略的必要 戰略的必要 因為台灣還有中國人在 所以釣魚台就必須先讓日本暫時管理 像日本暫時管理 否則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可以直接說 因為我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 所以釣魚台的開採我有權利 會搞得很複雜 會搞得很複雜 這個 這是南海的爭議 我們的太平島在這裡 美國現在的戰略就是 把這個勾起來 因為利益所趨 有利益當然什麼都好談 這個台灣 台灣全島就是台灣本島 釣魚台獵島 澎湖群島 新南群島 1937年台灣列島 邊入台北洲 1937年東沙豬島 邊入澎湖廳 東沙還是我們管的 1939年新南群島 邊入高雄州 就是 新南群島就是南沙跟西沙 兩個叫做新南群島 這個是以前日本的那個 這個1946年 獨立越南 剛好快到下課時間了 最後我再講這個 1874年原本的 1874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1872年發生了 那個牡丹事件 那時候的 我們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紅毛橋 為什麼叫紅毛橋 就這個紅毛橋 是日本 日本統治時期的時候定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這個地方有那個 荷蘭的軍營 結果阿美族人 不高興就把他趕走了 所以在 我們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港叫做城廣澳港 我們叫小港 這叫小港 大家都搞錯 在做港口整建的時候 發現了好多幾千具的那個遺骸 都是外國人的遺骸 不是我們東方的遺骸 那我們在想說 老人家是說 這都是荷蘭人的遺骸 都死在海上就把他隨便買這樣 那證明的時候 紅毛就是這個荷蘭人 曾經來到東海岸 想要在東海岸做統治 但是被趕走了 一直到 一直到了明朝 明朝 明朝就因為反清復明 康熙怕那個正成功會打回去 所以 所以呢 就禁止大清帝國的人民 不能怎麼樣 不能到台灣 所以就 所以就那個清朝時 一直到清朝時 一直到1874年 發生某段事件之後 才有那個什麼 那個沈保貞的 那個開山撫番的政策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才想說要進來 進來那個 那因為發生了這個 那個原住民殺了那個 出草 殺了日本的日本人 所以 他們就派了那個軍隊 日本就派軍隊 因為那個 有日本人就跟大清朝廷說 你們 你們的台灣為什麼 你們的台灣的人為什麼 要殺我們日本人 後來那個 朝廷就問一下 負責在台灣管轄的那些長官說 這個是什麼事情 後來那個台灣的說 在台灣的中國人說 那個地方不是我們管的 我們沒有管到那 那是化外之地 所以你們要打 你們自己打 所以日本帝國就派了誰 西鄉重道 台灣族的派 台灣族的酋長兵力 人家日本是3600個 台灣族不知道 死亡30人 死亡20人 那實際上 最後回去的不到1000個 大部分 那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也嚇一跳 哇這個 排文族這麼厲害 原來不是 原來是死於水土不服了 被蚊子咬咬死了 比較多 山區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發生了這個事情 才有那個開山府番的那個動作 然後是這樣 後來賠錢 到了清朝時期 他們要開山府番 聖寶針 開山府番的陣陣 總兵吳光亮去進入東部 結果怎麼弄都打不進去 然後就一直發生了好幾次的戰略 聽說清兵死了1萬多個 那因為那時候的那個原住民 齊歡那邊的生番 跟殺人跟那個一樣 那時候還沒有接受文明 那時候的原住民還沒有接受文明 那時候那個生番 還沒有接受文明 所以殺人好像把它當作是一個 因為我們要訓練 我們以前蜂年 你們可能大家對蜂年紀沒有概念 蜂年紀是這樣 它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教育訓練 教你怎麼去山上怎麼樣 就是現在我們那些什麼特種 部隊在學習的那個野外求生 怎麼殺人 因為你不學習這個殺人 你就會被人家殺 你看1930年的時候 物色事件還在獵人頭 1930年2014年還不到100年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 那時候的那些山區的人 都還沒有接受文明 所以大家都要開始獵什麼 獵人頭的習慣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在殺來殺去的 所以現在比較沒有了 所以發生了這個事件 然後一直到1895年之後 日本開始馬關條約 把台灣拿到了之後 19080一直到1930年 發生了很長的抗日事件 這個情況是在我們那邊 都是這個狀況都一樣 一直到1930年 大日本帝國才完成對台灣的統一 這樣1937年黃明化 1945年剛剛好 符合聯合國的 你要變成它的領土 你必須要有相同的語言 你必須要在這個島內完全的 怎麼樣 領土完整 才符合 變成你的國土 要不然的話 如果照這樣的話 如果給它切割的 切割的很厲害 或是那個的話 我們是不是我們像蘭嶼 就可以自己獨立就好了 如果按照這個 他們那種住民自解的方式 他們是不是可以搞獨立 這些原住民 台灣一半是不是也可以搞獨立 因為我們跟中國人任何關係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一直到了這個 那這個接下來大概 好吧 我們準備吃飯了 好 謝謝